天津东亚运南来玉赛的最后一天 中华队遇上的是蒙古 结果中华队远程大炮火力全开 全场封进了14颗三分球 是在帮SBO热身 对不过有了长城炮火的志愿 中华队最后是以100比72轻松胜出了 而且是以玉赛全胜的姿态晋级四强 准备要在四强赛迎战日本 中华男男犀利的远程炮火 让蒙古吃起苦头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华队 在东亚运预赛的最后一战 碰上球风飙悍的蒙古 不过中华队第一节就频频在三分线外开炮 单节轰进七颗三分球 一口气取得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加上队长野兽林志杰 这场比赛找回进攻节奏 除了三分球11投5中 还包办22分 是中华队最后100比72 战胜蒙古的头号功臣 自己的出手就是没有这么果断吧 然后因为伺服球过多了 两场就差不多已经十几颗了 这是非常夸张也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吧 所以今天就导致一些运球的东西比较少了 坚决一点传或者赶快就是投篮这样子 然后今天的手感还不错 中华队在预赛三战全胜夺下分组冠军 接下来的四枪战 中华队将会遭遇日本 总教练许晶泽特别要求所有球员 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我觉得日本队其实里面也有牙井赛国手 并不是没有 还有一个四号是牙井赛的射手 另外一个五号它是东牙井标赛 就是帮助日本队击败中华队一个关键的球员 它那个五号就会200多公分 然后有三分能力 他们小七号这个控球倒是蛮掉转的 我想日本队我们昨天教练团有来看 然后也特别拍了影带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些分析之后 让全队对日本队有更深的了解 然后想办法在交叉决赛中能够先进日本队 然后进到关键赛 中华男男在八月牙井赛 冲翻亚洲四强后实习阵望 这一次天津行 他们已经把目标瞄准金牌 希望在末代东亚运留下最好的成绩 女电TV徐僧城孙船县天津报道 谢谢大家